循着这个直路牌 你一定能够达到目的地 是这么个意思 如果你罚不写呢 那你就抱住这个直路牌 认为这就是你的目的地 那你就错了 所以开经济里头 远洁如来真是义 这句话 我们要真正的理解了 不能够错回意思 佛在此地 这个里头话不多 很简单的几句话 换一句话是最重要的话 这个毛病不改 你在佛法修学 可以说永远不得其蒙而入 头一条 尽心无慢 慢是怠慢 轻慢 我们今天讲 瞧不全 今天社会是不是这样的 是的 哪个是闲人呢 释迦摩尼佛是闲人 孔老夫子是闲人 孟老夫子是闲人 在今天社会 没人瞧得起 大家不重视 现在的时尚 一般人重视什么呢 重视发财的人 重视科技文明 科学技术上的发明人 得到社会大众的重视 这些人的成就 固然是值得赞叹 他为什么成就 前世中的因 这一生遇到缘 果报显现了 是这么一回事情 大圣大行 是教导我们重阴的 我们把这个束缚了 我们只看到果报 只重视果报 而不懂得这个里头的音源 希求果报 那怎么可能 是怎么能得到 大圣大行 教我们重阴 教我们认识机缘 教我们如何掌握机缘 成就不可思议的果报 这是幸福美满的根源 神仙就是这样 我们怎么可以去门 所以在这一句 在这个地方 我们千万不要疏忽 如果是轻易的读过去 辜负了佛陀的教会员 这一段事情 我们可以举一个 很好的例子 唐朝时候 印宗法司 遇到六祖 会能打死 他是前辈 真的是老前辈的大法司 在宁南这个地区 讲进说法 教化众生 多年了 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遇到能打死 遇到能打死之后 觉得能打死的见解 得学 确实比自己高 他不嫉妒 他要嫉妒的话 就把他赶走 赶出去了 他可以叫他的信徒 不要听他的 他不但没有嫉妒 他不但没有嫉妒 请求作家 印宗很欢喜 给他提度 印宗十六祖的提度师 可是提度之后 印宗十六祖 佛是以法 为罪尊 印宗 道过头来 拜 慧能 为师父 你看他们的关系 印宗 印宗 是他的提度师 慧能 是印宗的徒弟 但是印宗呢 又是慧能的法子 你们想想看 这关系 很妙啊 做出榜样来 给我们看 回过头来 拜他做老师 法子啊 我们佛门里头 法子是最尊贵的 提度师 借和尚 都是引进门的 借引进门的 所谓是师父 临进门 修行 在过来 你成就 与否 关键呢 在传法的 这个老师 这个关系 太重 太大了 你得罚 传法 得罚 这是真实的成就啊 慧能 传法 给印宗啊 印宗在慧能 慧下 得罚的啊 这是我们 非常好的 一个榜样 不使 真智慧 真得行 做不到啊 我们读那一句经文 要把金本 获取了 多想想 如果我遇到了 我能不能 做到 我是什么样 这个态度 假设 我是这个道场的 住持 在这个地方 弘法多年 信徒的时候 成千上万 大家对我这么尊重 我今天遇到 一个陌生人 过去不认识 这一接触之下 觉得这个人 确实 是有道行 自己 是